我们之前是不是做过一个弹框啊 弹框啊 我们之前做过类似这样一个弹框吧 是吧 好 这个弹框的话 现在是要做一个什么作业呢 就是要用定时器控制什么呢 让它等一会儿弹出来 比如说等五秒钟再弹出来 大家做这样一个例子啊 把这个例子给它翻出来啊 翻出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做一个定时器 它默认是什么呢 是隐藏的是吧 隐藏之后 我想用定时器 等一下它才来弹出来啊 做这样一个例子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 默认是什么呢 这个弹框是什么 这个弹框啊 在这里默认是什么呢 它是显示的吧 是吧 那默认你要把它藏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藏起来之后 把它改为LAN是吧 改为LAN的话 那么它就藏起来了啊 改为LAN的话 默认就要藏起来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你怎么样 通过程序要把它获取到吧 获取到之后怎么样 获取到它 然后的话 就是用地址去控制 然后是到一定时候什么样 把它的低速度设为什么 设为block吧 设block啊 好 那么我把这个例子什么呢 放到这个课件里面啊 大家可以做一下这个 做一下这个 这个例子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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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